我有时候也遇到佛友们 从政的佛友们 我在台湾遇到 教育部有个秘书 我们是老朋友 有一天他来问我 他们上一期 有一个缺位的 他想提升升学 他来问我 他是虔诚的佛教徒 想争取这个智慧 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要争取到了 说明是你命中有的 你争取不到命中没有 但是如果你能够发大些 我争取的位置不是为我 是为国家为人民造福 我的权力更大 我多做一些好事 我说如果真正发这个心 你命中没有也会争取到我 他说为什么 上天看人 你是好人 你是为人民服务的 这个不一样 有时候有这些人 我提出给他们做参考 这里头没有迷信 为自己升官发财 带来的命中有的 那么这是说明 学会 平复 至于有差别 学府 没有臣佛之情 在等究菩萨都有差别 臣佛 正得 长级光 这是究竟圆满 完全没有差别 说报图里头 有差别